第214集 九楼的二层阁楼之上 一群炼器器和铸鸡器的修士 闹哄哄地围着一名衣着邋遢的 年约五十多的中年修士 此人是铸鸡器的修士 只有三层的水准 我说英雄 圣皇当年究竟有什么大神通 圣皇老祖子的大神通 那是秘密 这世上能有几个人知道啊 残虽然是后裔 但也是不太清楚的 不过我给你们说说 当年圣皇老祖宗的实力 有多么强悍吧 他只需要那么冷横一声 其余的天道盟的五大宗主 天谋盟的四大巨头 那都得发展 你们想想 天道盟的五大宗主和那四大巨头 是何等了得的人物 可是他们在咱家老祖宗的面前 那只有服帖的份 你们说咱家老祖宗的大神通 有多厉害 那个中年修士是颇为的得意 严老弟 你就吹吧 圣皇既然那么厉害 为什么圣皇宫会被其他仙宫 给一锅端了呢 旁边的一名白袜老头 不以为然地说道 你这小老二知道什么 中年修士是端起了一盏灵酒 灌了一口 面色红润的争辩说道 当年咱家圣皇老祖宗 那是因为要渡神雷节 担心被仇家抓住机会趁机报复 所以才远避海外 修生匿迹的 那些不要脸的家伙 瞧见我家祖宗不在了 这才敢向圣皇宫动的手 否则呀 他们才没那个胆子 咱家老祖宗只要一回来 他们那群人尊宝完蛋 可是你家老祖宗都已经去渡街上千年了 怎么还没有渡完呢 你家老祖宗是不是也应该回来了 回了 我看圣皇多拜是被神雷节给渡成仙了 不管你们这些后裔了 来来来来喝酒喝酒 那些修士呢 都是嬉笑已痛 然后抱着那些陪酒的女子大声欢笑着 把那个中年修士对圣皇的吹捧啊 就当是笑话听听了 而那个邋遢的中年修士 显然呢是知道 众修士呢都在笑话他 是泱泱不乐了起来 就在这群底层修士闹哄哄欢笑的时候 一名白山年轻男子是来到了这一条 小巷最先楼之外 他是眯起了眼睛 目光扫过酒楼 透过楼壳是落在了那个 邋遢的中年修士的身上 此人正是夜勤 他这几日在仙雀城内四处行走 花费了不少零食打探消息 好不容易从城内的一名游手好闲 但是专门买卖消息的修士口中得知 有一名阴性的中年筑基期的修士 常常啊在这最先楼喝酒 还自称是什么圣皇的后裔 夸耀圣皇老祖宗那是多么多么的厉害 可是圣皇宫呢早已经覆灭千年 至于此人说的是真是假 就无从得知了 那个贩卖消息的修士啊 还详细地描述了一下 此名中年男子的相貌 叶琴望了望那个邋遢的中年修士 听到刚才众人交谈的话语 是微微感慨地摇了摇头 圣皇的后人居然是落到这一步田地 真不知道圣皇知道了会不会气的 从那个棺材里蹦出来 怒斥后背的无能呢 叶琴是缓步地上了酒楼 但是从他踏上酒楼的第一步起 整个闹哄哄的最先楼 上百名的修士几乎是插哪尽 安静了下来 不同阶层修士的零压差异 让他们在第一时间之内 便感觉到了空气间气氛的一变 这些修士呢 都是纷纷地转头 望向夜行 心中惊呼 眼神的深处是充满了惊诧 更多的呢 却是畏惧 这种地方 连柱及其高阶修士 那都是极少来 更何况是地位 尊贵无比的金丹旗修士 他的出现这酒楼之上 再也没有人敢胡乱地大放厥词了 都是规矩无比 甚至连那些行骸放浪的侍女啊 都是正经端坐了 叶琴呢 是不以为意 来到了二层 从重修士中间走过 在临床的一处干净的空桌之前 也是随意地坐了下来 在那桌周围坐着的 十余名的低阶炼气漆的修士 浑身呢 都是不由自主的 是哆嗦颤抖 一名金丹旗修士 就坐在他们的树杖之内 高丑两个层级的巨大差异 所带来的灵压 那种感觉 比死还难受 可是呢 他们又没有胆子 站起来离开 金丹老祖坐在了他们的旁边 那个是他们的福气 这位金丹老祖 在没有发话之前 谁敢动一屁股 他们这群修士啊 是走是溜 还是那个金丹老祖 才能决定 他们现在啊 最期待的 反而呢 是从叶琴口中 听到一个滚字 那么他们便能 如是重担地离开这个 给人带来恐惧的地方 可惜呢 叶琴是根本没这个念头 而他释放出的 些许的灵压 也是为了变异形势 这个最先楼的楼主 是一名住击期 中间修士 面对金丹期修士 所承受的灵压 还是较轻的 见到叶琴出现在酒楼之内 那是惊喜过望 亲自跑过来 是殷勤的擦桌子 是端上灵茶 前辈 您想要点什么菜 本楼最拿手的一道菜 叫做明珠错苏报 这一道菜 要以数百年灵鲍鱼 进行酥治 再以五种五六阶名贵灵药为辅材 再以汤丸嵌入 明珠相措 口目共赏 这道菜在这附近三阶八项之内 也是家喻户晓的了 这位楼主掌柜 为了能让叶琴这个金丹期的老祖 对最先楼满意 可谓是不惜血本 因为能有一位金丹期前辈 光临这小酒楼 说出去那是大掌面子 这小酒楼在这底层修士中间 肯定也能够是大掌名气 日后的生意 那肯定要活 不必了 坐坐便走 叶琴是微微一笑挥手 让楼主离开 是 前辈您慢慢做 楼主是不敢多言 但是有些失望的就退了开来 叶琴轻勉了一口灵茶 淡淡一笑 似乎在自言自语地说道 刚才有人自称是圣皇的后人 不知这是真是假呀 楼阁二从的众多的修士是面面相去 鸦雀无声 没有谁敢站出来打话 不过呢 他们的目光都是望向了那个邋遢的中年修士 充满了怜悯和同情之色 原来这位金丹老祖 大甲光临最先楼这样的小地方 是为了圣皇的事情而来 这位阴老弟好像比较倒霉 在这里招摇撞骗 弄点灵酒 呵呵倒也罢了 居然是被一名金丹七的前辈给盯上了 而再瞧那个中年修士 是脸色顿时一变 嘴唇都哆嗦了 低头是闭嘴不言 闷头的就喝了几口烈酒 然后在众多的修士的惊叹和佩服之中 是毅然的跑出了酒楼 匆匆的钻到了酒楼外面的热闹的小巷之中 叶琴呢并不急 他神石啊早已锁定了 这名中年修士 数十里范围之内 那是根本无法逃脱的 他品了几口灵茶之后 扔下了几块零食 结了账之后呢 是不虚不慢的走了数里 就来到了小巷的深处 一座低矮的小石屋之前 他是虚手一推 石门是嘎吱一下打开了 那名中年修士啊 正脸色苍白的站在石屋之内 他似乎知道自己啊 是无法从一名金丹七的修士的手中逃脱了 所以呢也没有打算逃走 而是呢在这个偏僻无人的地方 是等待着夜勤 前辈 小的的确是圣皇的后裔 但是 小的不过是圣皇的一个小小的旁枝而已 圣皇宫早就被毁了上千年 旧仇恩怨都已经烟消云散 你们天道蒙的人 难道连小的这样的小人物 都要赶尽杀绝吗 我想你可能弄错了 我来这里只想知道一件事情 你是否会圣皇的傀儡炼器术 不会 当年圣皇宫被毁的时候 这次点击功法早就被众仙宫人给哄抢一空了 中年修士脸色微变 异常坚定的一口否决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经典玄幻类小说 子府先缘 叶琴盯着他的神色似乎不像是在说谎 叶琴不会骚魂术之类的协读法术 无从得知这位中年修士说的那是真是假 不过呢 他有办法能够测试出来 哦 那真是可惜了 我本来还想 如果圣皇的后人还掌握着傀儡炼器术的话 那我用这枚结晶丹跟他换着傀儡炼器术 既然没有 那就没办法了 叶琴边说边从除袋之内 拿出了一枚灵气极为浓郁的幽兰水洗灵丹 脸上有惋惜之色 甩了这么一句话 然后呢就将灵丹给收入到了除袋之中 准备转身便走 这 这是结晶丹 中年修士浑身一震 眼中是金光大方 战力的尸声惊呼 圣皇一脉家族早就摔落了 他这样落魄的筑机器修士 想要弄到结晶丹 那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别说拥有结晶丹了 就算是见过的 也是那一小部分的筑机器的修士 可是这并不代表他们感受不到结晶丹的灵气 这是与原非一般灵丹所能相比的 千伯且满 那个中年修士见到叶琴转身要走 使大吉急忙出声喊住 这或许是他这辈子唯一的一次能够得到结晶丹的机会 渺茫至极的金丹大道 在他的面前露出了一线的光芒 叶琴心中暗笑 如此重力之下 果然什么真假都能测出来 他回头问道 你这里有圣皇的傀儡练奇术 中年修士还是摇了摇头 但是说道 小的这里真没有 不过我知道当年圣皇宫的傀儡练奇术 在谁的手里 哦 那你可别告诉我是那些天道蒙或者是天魔蒙的仙公 那些仙公我可招惹不起 不是 除了那些被仙公夺走的之外 还有一份完整的傀儡练奇术 是在圣皇的一名嫡系的后裔手中 若是前辈肯将结晶丹给我 我告诉你这名嫡系后裔在哪里 中年修士开出的条件 叶琴那是同意了下来 若是能得到一份完整的傀儡练奇术法 花一枚结金单的代价 是完全值得的 中年修士带路 叶琴是尾随其后 在仙雀城的向导之中是七拐八拐 走了数个时辰 才来到了城东区的一间傀儡练奇作坊的店铺之前 这个是一间名不见经传的小型傀儡练奇作坊 门口的牌匾都是歪歪斜斜的 甚至还看不清楚上面的自己 石鱼帐的狭小的店铺之内 摆放着数十个一到三阶的低阶傀儡 这些低阶傀儡有看院子的牧原猴 打铁用的铁壳傀儡人 以及拉货用的傀儡马车等等 这样一个傀儡店铺呢 估计呢也就是附近街道的一些炼器器的修饰会偶尔的光临 住基器的修饰除非是贪图便宜 否则都不会来这种小店购买这种傀儡的 前辈就是这里了 中年修饰有些兴奋的来到这间破旧的傀儡作坊之前 叶琴扫视了一眼是微微重眉 他看不出来这间小傀儡作坊店铺的主人会有多高明的傀儡练奇数 店铺的生意似乎是不大好 并没有什么客人 迈步进了作坊之内 叶琴微微惊讶的是 这间傀儡作坊内呢有三名女子 一名身材高挑相貌艳丽的女子正在店铺柜台处 对着一面琉璃镜用素笔是仔细的瞄着眉 丝毫呢不在意这个店铺的生意 还有一名呢是较为年轻的青春女子 坐在一把木椅子上 撑着下巴发着呆 一副无所事事的模样 还有一个呢年纪最小 约那十七八岁带着几分稚气的少女 正在制作一个一阶的木鸟傀儡 是用一柄低阶灵气锥 不断地叼着那个木料 神色偶尔的露出困惑和苦恼之色 似乎是遇到了什么难题 那个艳丽女子还有那个青春女子 见到叶琴迈步进入到这个店铺之内 一时都芳容震惊 不知所措 他们这间小店铺啊 还从来没有来过金丹气的修饰呢 这还是叶琴呢 尽量地收敛自己的气息的结果 否则呀 他们几个还不知道 惊吓成什么样子 那个年龄最小的少女 见到叶琴之后 反而是最为的镇定 他放下手中的活快不走了过来 眼睛一眨不眨的是望向叶琴 这位前辈 您需要什么傀儡 本店有十余种不同用途的低阶傀儡 若是您想制作特殊的傀儡的话 我也可以专门制作的 而那个邋遢修师呢 在叶琴近起一会儿之后 也跟着走了进来 但是呢 他的目光呢 有些闪躲的意思 似乎是有些不大乐意 跟这位少女碰面 那个少女见到叶琴身后的修士 马上脸色一变 冷冷地说道 你怎么又来了 中年修士虽然是筑机器的修士 可是面对这个少女 好像却是畏畏缩缩 缩缩 缩缩 店里的生意不好 咱不是带这位前辈来做生意吗 他马上转头 向叶琴介绍说道 这位是殷灵宿排行老三 另外两位大女儿是殷灵玉 二女儿是殷灵莲 他们三个人正是圣皇 殷世一脉的嫡系后人 你也姓殷 你是他们的舅舅 叶琴疑惑地问道 中年修士是连忙回答说道 小的其实不姓殷 而是他们三人娘亲的兄长 只是在外面为了行走方便 才自称姓殷 圣皇当年遗留下来的傀儡树 我的这三个外甥女儿 是最为的清楚 那少女呢 听到她的话 也不否认自己的身世 但是脸色是明显地沉了下来 她是冷冷地说道 我们三姐妹的确是殷实好人 但是也就会一点傀儡练奇术的皮毛而已 这间小店就是卖一些一二阶的低阶傀儡 前辈若是看中了 尽管挑走就是 厕所 这位前辈不是来买这些低阶傀儡的 你们不是有高阶傀儡树吗 前辈想要买的就是高阶傀儡树 若是懂得高阶傀儡 我们又何必还守着这个小作坊 练制这么多的低阶傀儡呢 少女是脸色不悦地回答说道 苏苏 你就别糊弄我了 我前些日子还明明听你跟你母亲说 想学殷家的高阶傀儡练奇术呢 少女闻得此言意识不由得一惊 指着那个中年修士的鼻梁是怒道 舅舅 你出卖我们 我娘不会放过你的 中年修士可不愿意承担这样的马名 是急忙地露出哀色 你根本无法成为真正的傀儡练奇师啊 你才练奇奇中级的修为 制作几个三脚猫的低阶傀儡还行 哪年哪月才能用得上那高阶傀儡练奇术啊 这傀儡练奇术留在你们的手里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还不如 折个好价钱卖了 这位前辈绝不会亏待你们的 叶琴在一旁听的有一些不难 他那时不想卷入他们的家务室 说道 我此次来是想买你们的高阶傀儡练奇术 你们若是有 直接开个价钱 此时叶琴的心中啊 有了些疑惑 这高阶傀儡树究竟还存不存在 如果真的没有了的话 他可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 那个少女口气十分生硬 抱歉 殷家的傀儡树不卖 还有 这里是仙却城 随处都有巡逻队 前辈纵然是金丹妻修饰 想要强取豪夺 也未必有那么容易 叶琴听到此话 又看了看那个少女 心想 他像那种强取豪夺之辈吗 这位殷氏三女儿是出生牛奴 不怕虎 倒是其有胆色 也算是没有辱没了圣皇后人的身份 只可惜的是 修为有些低 这时店铺内的另外两名女子 是已然惊醒 她们快步地走了过来 这位前辈 殷家的事情可不是素素一个人说了算 咱们是都可以有权做主的 我爹在去世之前 将殷家的高阶傀儡炼器图纸 一分为四 分别给了咱们三位姐妹 还有我娘 圣皇宫的四大高阶甲位傀儡炼器图纸 铁甲位 铜甲位 银甲位 金甲位 每人一份 最为艳严厌的殷家大女儿 殷灵玉得知 叶琴要购买炼器图纸 是露出了惊喜之色 不过爹爹太过偏心 把金甲位傀儡炼器图纸 给了我娘 而银甲位 则给了三妹 不知道前辈能否答应我们几个条件 若是肯答应的话 我姐妹可以考虑将炼器术 卖给前辈 此时二女儿 殷灵玉也走了过来 点头呢 表示赞同 好 条件你们开 叶琴略以沉吟 看了看这两个女子 淡淡地笑道 这两个银家女子 比那个少女可是好说话多了 而且能够得到 她们手中的铁甲位 和铜甲位的炼器图纸 那也不错呀 姐姐 你们怎么能这样 这是咱们银家的川家之宝 最小的那个少女 气得是两塞骨骨 殷灵玉呢 却是不理她 笑盈盈地说道 这傀儡炼器术再好 也不如永驻容炎 若是能有一枚助炎丹的话 小女子愿意把这份傀儡炼器术 奉献给前辈 媳妇 内容 禅玉